小巴司機涉嫌走捷徑讓大車禍 撞到爛殺的的士和小巴仍然被扣拆 有兩個乘客飛出車外的65號A6 van 是由沙田新城市廣場開的黃泥頭甲 原本應該在河畔花園的十字路口 左轉大沖橋路經第一城去小力園 但前天早上就是載著三個乘客的頭班車 懷疑有人走捷徑直走不經第一城 結果造成一死六傷 一男一女的傷者情況仍然離台 解放說自從兩年多前大沖橋路拆走沖紅燈相機後 沖燈情況嚴重 運輸處說相機原本安在對面行車線 就算沒有拆都拍不到前天哪輛車沖燈 不過會研究裝翻 平安 露燈